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戴着我这颗扣子 就说明心里有我 心里有我 兄弟 兄弟 双生熙 你干什么呢 你 别干什么 想点事 想事 你 你别让我看着我 这 丁老 这人哪 这真奇怪 你说在延安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想警察记 那回到警察记 又想延安了 想延安 想谁啊 不行 你就不要问了 我想啊 咱们研究一下 迪工科下一步的工作 我说你这心浮气躁的样子 去 洗把脸 醒醒脑子 我扶着茶啊 那小童在身边 那你当然不用想了 冯科长 队长 赶快洗洗吧 要不然很快就上前线了 什么 要打大张了 我也是听说呀 走 找司令员请扎去 张晨夕 我说你性子怎么还这么急啊 马上打大仗了 咱们迪工科的任务是什么 是到前线去喊话 去教育日本俘虏 你以为还是攻山头 拔掉宝啊 我这一听到要上前线 要打仗 我就闻到炮火的修院味 我就兴奋 那好吧 咱们和大岛西村 商量商量敌工科 下一步的工作去 好 我们要拔掉到这个铁路站点 是日军 在京浦线上的一个重要成长 驻扎的敌人 有三四百人 攻势坚固 防守严密 我已经把各个团的进攻位置 交代清楚了 希望你们进入阵地后 要猛打猛冲 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以免其拖延时间 固守待园 你们几个团长 我想跟你们说好 谁一物战机 我拿谁试问 丁团长 是 你们团担任主攻 有信心没有 司令人放心 完不剩六五 你拿我试问 冯天昊 好 你们敌工科和反战同盟 进入阵地后 要马上发动心理战 宣传我军的宽大证损 争取通过喊话 瓦解敌人的斗志 另外 一定要保护好 反战同盟 日本同志的生命安全 不能有任何闪失 是 坚决完成任务 张春齐 到 你的担子很重 一定要当心啊 请首长放心 坚决完成任务 幫助司令 我们已经拿下前沿阵地 敌人 即备用包围 好 军分区敌工科的人 马上就到 他们要对于军喊话 我们做好配合 记住了 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是 报告司令员 证围 好 都到了 敌人已经被我们 压缩在具体尔里 复以完抗 马上对他们喊话 争取他们投降 是 司令员 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敌工科 新组建以来 第一次行动 我们要尽量争取 更多的日本士兵投降 避免无必要的伤害 我们要瓦解敌人的斗志 让他们放弃抵抗 小船 小船 爸 你留下吧 为什么呀 你协助顺花 祝福商人 我现在是敌工战士 必须要到前任去反话 小船 小船 反话交给我们吧 你去协安阵地 大家会担心你 同志们 跟我来 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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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感觉你有点发抖 原来自己的部队 我怕陷入消息 让大家更坏 日本兵士 我 为何 birds 分析 向他们他们 calls 大船 就是 不是 发抗抗抗 entonces 得以病 他們的問題是有大大的負責, 他們的負責沒力, 他們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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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好,告訴你, 如果繼續玩跨,就有死亡, 日本的軍隊, 我們是西村的安西, 我們是一人的火力, 他們被燈起。 他很討厭。 他被燈起, 他被燈起的不特色。 他還被燈起, 他被燈起了, 他的灑 Rach我會是被燈起的。 他被燈起了。 他被燈起了。 你這個是浴槽的鼠銻? 他被燈起了。 他被燈起了, 他被燈起了。 他不怕這樣。 好 好 好 同學 到 我要一趟 一趟一趟 一趟一趟 李總釗 我命令你馬上派部隊上去救人 那位部隊員 你們兩個大人已經被炸彈炸死了 你們的孩子還活著 孩子是呼呼的 聽著進攻 我命令你無論如何 把孩子給我救下來 是 為了搶救一個日本孩子 我相信 日本人是不會開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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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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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部队 集中所有胖伍 生命他们 是 不打开 手 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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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与死的距离就这么短 这个日本男孩就这样失去了他的父母 和他快乐的童年 战争摧毁了很多中国的家庭 让很多孩子成了孤儿 同样也让很多日本的家庭 遭遇了不幸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日本男孩 让他不再受到伤害 给这对死于战火的夫妇一个交代 孩子们今天来跟爸爸妈妈告别 叔叔阿姨会照顾你 会疼爱你的 大家都看到了 这场战争 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同样也给日本人民 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 我们日本反战同盟 今天在这里发誓 消灭战争 消灭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孩子 为了下一代 为了孩子 为了下一代 我们要和平 黄天昊 我反复跟你强调 一定要保护好 日本反战同盟战友的安全 你是怎么搞的 你怎么能带他们 如此劲地 接近敌人的前人阵地呀 司令员 我 司令员 这件事情 不能怪冯克长 是我们主动冲上去的 为了救那些日本士兵 当时就没有考虑这么多 司令员 这是我第一次 以反战同盟的身份 面对我以前的日本军队 我一下子失去了勇气 丧失了 挽救那些日本士兵 生命的最佳事情 当我看到白陆军 为了抢救日本孩子 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困境 这次 我做出深刻检查 今天这个事 你们都很努力 大家表现得都很勇敢 虽然 我们没有救活这些日本士兵 但是 已经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力量 和我们的精神 关键是 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学 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刚开会研究过了 准备组织大家 到敌尾巨点炮楼附近喊话 送慰问品 让更多的日本士兵了解我们优待辅助的政策 避免在战场上付出更大的伤亡 好啊 由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相信我们新成立的军分区提供科 今后的工作一定会有个新的局面的 还有 你们要和野战医院搞好配合 一定要照顾好 那个被抢救下来的日本小孩 叫孩子的心灵 不要再受到任何伤害 教统阿姨她为什么不孝 她太小了 她的爸爸妈妈不在了 我和她一样 我的父母也不在了 可是我们爱你啊 这要是你的家 肖医生 全新 方正伟 孩子怎么样 孩子受到惊吓 还没有完全恢复 小朋友 爸爸给你个苹果 好 拿上 我们要让孩子健康活步地成长 等他商品好了以后 送到日军那里 让他尽快地和亲人们团聚 你们给他吃苹果 为什么就没有我的呢 老伙计啊 我就知道 你一小孩子就摸木头枪 好 前司令 你的木头枪早就送给小虎了 咱们前司令啊 儿子在延安保育院 想儿子的时候 就一刀一刀地磕木头枪 那枪上 磕的都是对儿子的思念 好几年没见儿子了 恐怕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当爹的呢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当爹的呢 老虎 你有朋友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来 子令员 这个你还不明白 说明他自己还不能确定 是为了 怎么 在炮火消炎中 就不敢追求爱情了 我觉得 在共同的战斗中 建立起来的感情 才更毛骨嘛 怎么搞的 越来越不像话了 又吃出一个石头 然后我的牙齿都崩坏了 能吃上这高粱米 拌的大米粪 足心很不错了 我已经花几天 都没有拉出大便了 先过来一碗吧 现在每人一份菜 一份饭 限量供应没有辣 不怕 你得夹一个 书下小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吗 是的 粮食供应紧张 今年的冬庄到现在还没有发下了 有的老兵在这里 已经是五年了 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 也震动起来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就是上天对我们一直的考验 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 战胜一切的 西村大尉 我希望你把这里的情况 和士兵的情绪 如实地给上级反映上去 剪刀 石头 不 剪刀 石头 不 剪刀 石头 不 队长 思源叫你过去一下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那 你先去 我马上就到 没事 咱俩一块去 我叫你先去你就先去 你别 别等我 我 我和小医生说几句话 没事 我等你 你就是个木头 没事 你章比较也在啊 顺华 这些小男孩都开始说话了 你看他多可爱啊 是 那个 那个 妈妈呢 姐哥 我有事 我先走 好 你忙 你忙去吧 好 好 很晚 好 בע 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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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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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先去吗 我等你 队长 队长 真心 霸娃 风干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有点事 那个霸娃 干点事 我去看看伤员 没事 还行 走 还行 走 别让我去啊 去 小茶 走走走 走 队长 队长 我这是缴货的日军怪头 我没舍得吃 给你留着呢 这事你 你不是说司令员找我吗 没有 那你骗我的 我这不是为了把你叫出来吗 胡闹你 小嫂子 来 冯叔叔 叔叔抱一下 多大了 还让人抱 看 又长高了 小嫂子 你在干什么呢 那有包早不知道谁放的 是吗 来 让叔叔看看 这枣真不错 来 吃一个 给 冯叔叔 你先吃吧 你吃 咱们一起吃 好吧 对啊 总事了 冯科长 一个人偷吃什么呢 传说话 说啥呢 那科长能吃毒食 是啊 那这是替大家尝尝呢 这也不能吃毒食吗 来 一起尝尝 吃什么好吃的呢 来 少彤 小冬姐尝尝 一起尝尝 来 这枣可大了 来来来 大家来吃枣啊 烟大枣 烟呢 好 冯科长给大家补身体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冬 我去看看伤员 好 来 这还有 拿着 可甜了 少非可 有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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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这不是热闹 队长 队长 赶紧吃早 这早可甜了 冯科长请客 可甜了 不是 谁请客 冯科长 不是 那个 还乡 到底是那个 冯科长请客 还是你请客 那什么 大家别光顾吃啊 这枣是队长 专程从延安带回来 给大家尝尝的 一包肉厚 有大有圆 队长请客啊 萧医生 你 你吃了吗 吃什么 萧医生吃了 第一个就给萧医生 我一直觉着 我的正心还活着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了 那是因为 我们为他超度 感动了神灵 他就托梦给你了 灰子 你也该找个男朋友了吧 现在男人们都上战场了 我不能考虑个人事情 怎么可以不考虑呢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妈妈 其实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有吧 妈妈怎么不知道呢 我们在同一个医院工作 他叫大道 很英俊的 是一名医生 是吗 我们灰子也有男朋友了 找个时间请他到家里来 妈妈想见见他 他也到中国去打仗了 是啊 我给他写信 都已经很久没有接到他的灰心了 我给他写信 都已经很久没有接到他的灰心了 保佑这孩子也平平安安的 队长 正希 来了 干什么呢 搞的搞的搞的 我呀 大家互疯了呢 你这个战斗英雄 没玩过吧 没玩过 这我生下来 叫做玩枪玩炮的主 谁玩这个 你那小孩玩的 你看看吧 咱们这儿条件太简陋了 没有什么玩具给孩子们玩 本来他们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 只可惜啊 这场战争把这一切都给毁了 你小子将来当爹一定很称职 来 我也学学 怎么 你也想学着做父亲啊 好啊 咱们做大人的 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替孩子们弥补 是 你说这场战争 你刚才说我想当父亲 你别说我还真想做爹了 可惜你还没人看上我 那你有没有中意的人 别乱说 这盛华姑娘 你别说她真是个好姑娘 她尽老善良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从来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你说我这 这人就怪了 我心里还真有一个 谁啊 说说看 你 你 盗你的盗你的 让我玩了 好 马上 来 走 等叔叔放稳了 快 好 别人了 吃饭了 好 孩子们 吃饭了 不 我要我玩 好吧 你带弟弟好好玩 来 好吧 放稳了 再去玩一会儿啊 小心点啊 ene nice вод家 Protest POLIC 什么好吃的 玉米饼子 还有你爱吃的小米软锅吧 太好了 work 我看看 手臟 不要洗洗手 你看 你看 你把他们照顾得真好 他们玩得多开心啊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 咱们就可以收养他们 是啊 那你一定是个出色的母亲 那你呢 我 我一定比你更出色 一看见他们放风筝 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 小时候 他也常常带我去放风筝 天昊 有件事 我该告诉你了 还记得在延安 有一天王部长 急着让我去见一个人吗 记得 那个人 就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 他不是汉奸 他为了抗战胜利 为了和平 忍辱负重 打入敌后 他是一名 敌宫战士 那天 那天我问父亲 你后悔吗 你后悔吗 他看着我 片刻 坚定地说 不后悔 他还说 他还说自己很幸福 因为他能够活着 见到我 有机会 一定见见他 有机会 他是看不见他战线上的 无名英雄 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 会有机会的 走吧 我们去洗手 走 看你了 什么了 这是我从军需谷搞来的新军装 你穿上试试 肯定特合适啊 给我 这是我不用 我这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这是我特意给你挑的 你就穿上 拿着拿着 你去去去 你还拿着 你去去去 你这样 听我说 留给那个有需要的同志 行 小心听个 你站住 我就是不喜欢看你总穿这身 缺了纽扣的军装 还不让重新盯上 没关系 这不 挺好啊这 好什么好 我就知道你在意那个颜子云 可你也不得述远了我呀 不是 你这这这什么什么叫 输远你 咱俩不是 你一直都这样吗 不是 我从姨安带着大早 你 你不还吃了吗 张队长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我喜欢你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喜欢你 什么 是啊 你 胜华 我知道 我 啊 我就是张真熙 那 你帮我 你帮我 孩子们真可爱 就像天上的风筝一样 我相信从今以后 无论他们两个走到哪儿 都会想念对方 而我们心中 也会有一根线 永远牵挂它 是啊 如果没有战争 也许我们已经结婚了 给自己的孩子了 为了他们的幸福 为了国家独立 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与你婚礼 小主 我 等康展胜定 我们就结婚了 等我响 剩几个孩子 这个冯天昊啊 他的风筝放得就是高啊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这场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也同样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创伤 这个小男孩的父母都是日本人 在一场战斗中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 孩子成了一个孤儿 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的创伤 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先托人把孩子给你们送去 希望把孩子送回日本国内 与他日本的亲人团聚 真心 你看看吧 总感觉缺点什么 我觉得意义不大 这 这些鬼子杀人不眨眼 要不然也不会把孩子的父母都给炸死 要我说 这就是对牛弹琴 白弹啊 郑贤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作为一个日本人 我很感动 这样可以让沿途的日本驻军 也看一看 八路军是怎么对待一个日本的小男孩的 我觉得这样很好 上级领导对这个孩子非常关心 我们一定要找可靠的老百姓把他送回去 好 那我们尽快安排 八强哥 八强嫂 又见面了 大哥 大嫂 你们好 还记得我吗 你 你就是那个逃跑的日本兵 你害死了多少人啊 对不起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的孩子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碰见我家毛大 你想起他 就像拿刀割我心上的肉 大嫂 您先别难过了 大嫂 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现在我们俩也都算是队伍上的人了 打鬼子送情报 配合大部队 咱样样都能干 不知道这次来叫我们来干什么 我们在战斗中救了一个日本小孩 他父母被日本的飞机给炸死了 现在成了孤儿 今天找你们俩来 就是想让你们 把他送回到日本的部队中 什么 你们说让我和大嫂 去送一个狼崽子到他们那边去 是啊 他是一个孩子 我和大嫂还要给毛大报仇呢 怎么可能去送一个狼崽子 到他们那边去 大嫂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大孩子是无辜的 他那么小 什么事都不懂 就失去了父母 我们把孩子送回到日本的部队中 也显示出我们对孩子的关心啊 不行 这事啊就是说破天了也不行 大嫂 走 冯药 你好 男娃娃 这就是那个日本娃娃 对 这么小就没爹娘 怪可怜的 在日本还有她的亲人呢 行 我答应你们去 去送孩子 那大嫂 要么今天晚上先别走了 在这儿住一晚上 也跟孩子熟一熟悉 明儿个再走吧 行 正希 你在干吗呢 你心里乱闹了 放点东西 你孩子才路上玩 没想到 你的手还挺巧的嘛 不是手巧 是心里有 孩子要走了 心里不舒服吧 嗯 那孩子太可怜了 你这这么小啊 以后怎么活呀 跟孩子相处了几天 还真有点不舍得 人就是这样 出的时间长了 就有感情了 抱歉咋 这次真是辛苦你了 咱八路军的心就是大 把杀人的俘虏都感动了 我咋能感动不了呢 看看这么小的娃 造这么大的罪力 我这心结人 收拾 表情高丹 交给我 就放心吧 回屋上会把他照顾好的 谢谢大神子 弟弟好好回来吗 好 弟弟长大了 肯定会回来看索子哥哥的 对吧 对 小嫂子 这个给你 好玩吗 好玩 这是你老张叔叔 亲手给你做的 带到路上玩吧 大强哥 这是司令员和政委 带给孩子路上吃的 大强哥 一路小心啊 注意安全 那我们走吧 走 来 走 走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来 走吧 再见 走吧 行 再见 放心吧 妈 我会把他倒过跑的 再见 路上小心 好 回去吧 走 走 走 快 你得什么离开我 这是个日本孩子 我们把他送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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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我来 快点 孩子差不多大了 你怎么回事 全部回事 就下去 是 于你的意思 要不要放他们过去 小孩是日本的小孩 应该让他回到日本去 放他们过去吧 进口